大家好,9月18号,台湾的法院周三以非法入境罪判处一名中国前海军舰艇艇长8个月践禁,但排除他参与军事犯罪的可能性。 官员们表示,前中国海军舰艇艇长阮芳勇,据信是过去一年中抵达台湾的18名中国叛逃者之一。 台北对中国公民持高度戒备,担心北京派他们来测试台湾的防御能力。 台湾面临来自中国越来越大的军事政治压力。 今年6月,阮芳勇在淡水河与另一艘船相撞,被海岸警卫队逮捕。 淡水河从首都台北流向台湾岛北岸。 上个月对他审判中,检察官指控他未经许可进入台湾岛, 但排除他参与北京行动的可能性。 检察官在声明中说,被告因个人原因乘船秘密抢往台湾, 未发现涉及军事或国家安全罪行。 台当局介绍,和其他最近叛逃台湾的中国人一样, 阮芳勇说他钦佩台湾的民主生活方式。 台北一家医院判定他违反了一项有关台湾与中国关系法律移民法。 被告未进入台湾,对台湾的海岸防卫相当了解。 未经许可,驾驶船只进入台湾,严重破坏了台湾的国家安全。 法院说,他已考虑到这名前中国军人已向警方自首并认罪这一事实, 这使他能够从检刑中受益。 上周六,另一名中国男子驾驶充气橡皮艇, 在新北市附近海域被捕。 据台湾海岸警卫队称,这名男子因非法入境被捕。 他声称在中国欠了债务,想在台湾开始新的生活。 与同时,台湾检察官指控23人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 其中8人是现役军官。 据报道,中国在两年多的时间里, 共支付了156000美元,换取该网络提供机密信息。 调查期间,检察官查获了69部手机103个电脑硬盘, 闪存9件机密军事物品和一份政府文件被查获。 除此以外,关于二球炮决议,台湾多个党派都纷纷表态。 实在力量说,别站在台湾主权的对立面, 希望蓝白表态反对中国,曲解二球炮决议。 韩国瑜主持朝野协商,民进党干事长提出临时动议, 判朝野回应国际对联党二球炮决议文不设台的诀问, 遭韩国瑜忽略并宣布散会。 对,蓝白党团直接离席,实在力量抨击, 说国民党民众党身上的亲中标签从来都不是大家硬贴的, 而且蓝白两党用一次行动证明和呼应中国, 标签越贴越紧。 实在力量指出,前几天实在力量呼吁立法院在新会期应该尽速通过反对中国 曲解联大二球炮决议的决议文, 回应国瑜社会,捍卫台湾主权, 没想到稍早立法院党团齐伤, 当民进党提出讨论了那25号决议, 蓝白党团已退席,杯葛讨论。 实在力量认为,政党之间可以相互竞争, 对外应团结一致,这是朝野应该有的共识。 那么立法院今天召开党团齐伤, 民众党团希望23、24加开院会针对能源配比及电价政策。 林党与实在力量共同推动希望朝野讨论27号决议, 但是蓝白离席, 最后韩国瑜宣布习上不成散会, 没有做出任何决议。 实在力量抨击, 说台湾因为中国刻意扭曲连纳而小炮的决议, 参与国际组织困难冲冲, 如今澳洲、荷兰等国陆续站出来, 透过国会决议力量挺台, 那么立法院又怎么能不支持台湾主权? 既然蓝白可以讨论, 不要进行能源电价专案报告, 为何不愿意讨论捍卫主权的决议? 实在力量直言, 国民党民众党身上的亲中标签不是大家硬贴的, 蓝白两党再次用行动应和中国。 不要站在主流民意的对立面, 不要站在台湾主权的对面, 正面回应反对中国扭曲连大而小炮决议, 捍卫台湾主权, 做一个忠于台湾人民的栽打。 范言说, 荷兰澳洲已通过议案, 拒绝中国对于联合国二条报决议的扭曲, 力挺台湾, 没想到我们自己的国会, 民进党团替大家准备好的相关主题, 议案朝野协商, 到这个时候, 蓝白党团代表韩院长就离席, 被迫散会。 请问韩院长, 作为国会会议主席, 为什么可以忽略协商? 民进党团早就提出来, 印好发给大家的人事动应案。 当国际社会在努力帮我们的时候, 国民党反而在扯后腿, 立法院都还没有开议, 国民党又向国议做了坏的示范。 说让外国人看了笑话。 那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民进党其实你可以看, 他说这个话, 他是希望通不过的, 希望韩国瑜罢免, 把这个动议罢免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东西一旦通过的话, 台湾会非常尴尬, 就是他改不改名。 我说过那个逻辑, 就你加入联合国, 你得用个名字。 人家说了, 台湾加入联合国, 你要改名, 用台湾加入联合国, 那你就涉及到改宪法, 改宪法改国民, 改国旗, 甚至宣布独立建国, 建台湾国, 中华民国给某文。 那这个实际上对台湾的整体呢, 是影响太大, 连民进党他都不敢搞, 民进党背后是美国, 那也就是让范云这些所谓的议员啊, 整一个口嗨, 你看我们多爱台湾, 你看我们天天巴巴巴, 什么都是台湾, 但实际上民进党真心希望的是像国民党, 像民众党把这东西挡下来, 他只要挡下来, 我呢就接上罢,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民进党, 我们实在力量它不地道, 本来你们也是希望这个东西不通过的, 出来搞一搞, 知道国民党民众党都会把它挡下, 你还跑出来像范云这帮人像狗一样这样叫, 本来这个东西得了便宜还卖怪, 是非常恶心的啊, 你要真的啊, 做好了台湾独立建国, 对吧, 你要真有个动议, 那咱就直接建国就完了, 也不用搞这些东西, 什么联合国这个东西, 你民进党你直接咱们来个动议, 就宣布建国, 你又不敢搞, 搞联合国这种东西没用, 你也进不去, 那你说用中国两个字加入联合国呢, 中国一票否许, 你也进不去, 无非搞这些东西就恶心一下中国, 好像哎呀, 你看中国又欺负我们了, 让台湾人以为中国又欺负他, 所以我说台湾你们自己应该有逻辑, 谁欺负你们了, 你自己叫着中国, 对吧, 你自己宪法上写的叫中国, 然后你自己又不认自己是中国, 然后每天他妈在国际上恶心中国, 然后你还要分裂中国, 你自己就叫中国吗, 还不承认自己是中国, 你千天搞这个倒行逆施的东西, 配合着美国分裂中国, 连国民党我就自己都看不下去, 那成什么了, 对吧, 国民党里外不是人们现在, 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 就这个联合国28号决议, 其实海外那帮人, 他不懂, 或者有些懂他是使坏, 就把一个烂摊子丢给你, 这地方越热闹越好, 让你们自己斗来斗去, 让你们自己互相之间踩踏, 出现几, 这个踩踏实践, 出现这种互相对抗, 反而我那个海外其帮人, 我什么澳大利亚荷兰, 我们就可以从中趁乱打劫, 趁火打劫, 但是现在来看呢, 中国也不接这个牌, 连国民党也不接这个牌, 所以我说这个海外的这些议员, 被打脸了, 自己搞得挺热闹, 结果台湾根本没讨论, 有时候你会发现, 这个世界的本质呢, 还是没有变, 就是二战的秩序, 这个什么议员也好啊, 还有什么荷兰呢, 什么澳大利亚, 这些边缘化的地区, 边缘化这些国家, 它是不可能改变二战秩序, 因为二战以后的秩序, 不是轻易改变的, 一旦改变就会对整个二战以后, 世界体系形成动摇, 那你台湾要加入联合国, 那是天崩地叶, 山摇地动的事情啊, 首先台湾建国, 二战以后, 这是改变二战以后的秩序, 台湾是不能建国的, 美国是不能统一的, 台湾建国, 琉球是不是要建国啊, 琉球建国, 日本能不能统一啊, 哦, 琉球台湾都能建国, 那全世界那些国家, 库尔德是不是要建国啊, 土耳其能统一吗, 那世界不就乱了吗, 加利福尼亚能不能建国啊, 对不对, 纽约, 佛罗里达能不能建国啊, 对吧, 大家都要建国, 怎么办, 这二战以后的秩序, 不是轻易改变的, 那你如果用中国加入呢, 中国加入就否定了你美国, 向全世界, 向中国建交社, 明确承诺的一个中国, 二球报决议不就是全世界, 所有国家通过一个法律, 二球报决议嘛, 就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任何一个再叫中国的东西, 不能进入联合国, 不会被承认, 那你永远进不去啊, 你只要叫着中国, 你就不可能进去啊, 对吧, 那你怎么进呢, 就你和中国合并, 咱们合并成一个国家, 叫统一嘛, 统一以后, 你就成为中国的, 对吧, 你合法的, 合法公民, 咱们就统一了, 一个国家, 你也可以加入联合国了, 正式成员, 以中国成员, 但现在看呢, 国民党也没有统一的意思, 美国老大也不可能让你统一, 那这个事情你就不愿意中国吧, 什么事情都把责任推给中国, 你们国民党, 对吧, 你们民进党, 你们自己也得想一想, 你们在里边有没有责任, 我是武统派啊, 我支持你们尽快独立, 尽快建国, 对吧, 了求我一桩心愿, 我就担心你们慢了, 我就担心你们玩假的, 对吧, 我是真心实意的支持你们, 尽快独立, 最好明天就独立, 对吧, 咱明天中国就统一, 就怕你们没有这个想法, 像范云这帮人天天嗶嗶嗶出来, 每天就知道嗶嗶, 你真当台湾人是傻嗶吗都, 真当台湾人听不懂里边有什么逻辑吗, 你民进党, 什么时代力量, 你们真心希望那个玩意通过吗, 通过以后, 赖清德怎么怎么接招, 永远不宣布独立的台独金孙, 怎么他妈接招, 用台湾加入联合国, 还用中华民国加入, 用啥他都得死, 范云就别出来嗶嗶了, 得了便宜还卖乖, 国民党把你这东西挡下来了, 省起赖清德自己还拉了屎, 还得擦屁股, 得了便宜还卖乖, 天天他妈骂中国, 就他妈这张牌啊, 就一个反中牌啊, 玩政治也太容易了, 反中, 反中抗中就能拿到俸禄, 就这么点本事啊, 很多事把我说过, 不是补报, 时候味道, 很快了, 我觉得美国留给你们这帮台独时间也不多了, 你看着美国现在着急不, 很快美国降息了, 你看到美国的经济崩溃的时候, 美国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从这些小弟身上吸血, 你跑不掉的, 台湾牌在我手里边, 钻得死死的, 我能让你跑了吗, 等着挨个儿放血吧, 挨个儿放血, 你看着, 所以我一直在讲, 这台湾人的命运最后是美国决定, 中美两家决定, 什么时候摊牌, 加入联合国啊, 加入联合国, 你们自己是没有希望, 用台湾加入, 那世界大乱, 美国打自己的脸, 二战之间改变, 用中国加入, 同样打了美国的脸, 我觉得这个范云还不如问问美国人, 到底咱们台湾怎么能加入, 你们美国怎么想的, 所以按照刚才逻辑, 真正反对台湾加入联合国是美国, 美国做出的承诺, 一个中国, 所以你用中国加入联合国, 那一定是破坏了美国的承诺, 然后美国又不能支持你独立, 美国说不支持台湾独立, 什么意思, 你用台湾两个字, 台湾共和国加入联合国, 美国也不会支持, 我觉得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台湾再想个名, 咱们再想个名, 对不对, 对不对, 再想个名, 不叫台湾, 也不叫中华民国, 换个名, 我觉得有可能, 大家想一想叫什么名, 对不对, 什么岛, 对不对, 还是有个岛嘛, 蛙岛, 美丽岛, 欢乐岛, 对不对, 都行, 对吧, 咱把这个岛名改一下, 有戏, 有戏, 你看, 我武统派问你们台湾独立, 真的, 我也已经能帮你们想到这了, 换个名, 对吧, 你看你们台独自己都不想, 每天就知道一个台湾, 一个中华民国, 绕一绕, 咱们一样能独立, 我真的希望, 我打内心里, 我对灯法师, 我真的希望你们尽快独立, 换个名, 独立也行, 什么叫蛙岛啊, 美丽岛啊, 对吧, 独立, 尽快独立, 了却我一桩心事, 我每天看着你们恶心, 你们自己恶心全世界, 真的, 我鱼心不认, 糟心, 就那个岛上每天就谎言, 每天强奸自己的宪法, 乐此不疲, 就你们自己啊, 讲个假话说多了, 还拜神仙, 最后啥, 寿命都短了, 折寿啊, 每天撒谎, 每天强奸自己的宪法, 每天还向宪法去宣誓, 向宪法宣誓, 多假呀, 折寿那个东西, 赶紧解脱吧, 换个名, 咱们就独立吧, 是不是啊, 换个名, 独立多好啊, 我武统派都给你想到这了, 真的, 我能帮你们, 已经帮到这了, 看你们自己啊, 赶紧独立吧, 咱们早一天完成国家统一, 我们在一起完成国家统一, 感谢观看